说起郑贼他云姐绝对不是凡人 刚入学中央戏剧学院不到半年时间 就搭上了某影视公司的老板 此处省略两万字 继而就参演了某校园题材的电视剧 算是正式地进入了演艺圈 因为听话乖巧 这位老板倒是狠捧他 让他拍了一连串的戏 而且大多数都是女一号 但始终他云姐没有被捧出来 正贼他云姐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你们班现在还从事影视行业的 应该也就是你和高建文高岛两个人吧 这话别人听了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正贼他云姐听了 肯定会不由得心头一颤 他云姐 我是拿捏有肚的 心里是有树的 背后呢 还是有弹药库的 03年的时候 正贼他云姐又搭上了内地四小生之一的聂谋 这四小生的其他三位分别是 黄小明 佟大为 印小天 聂小生呢 当时也是真的火 陆续出演了大唐情史 汉雪宝马 三国 西游记 沿袭攻略等 2006年 云姐和聂小生两人分手 但是正贼他云姐呢 就开始炮轰聂小生 说聂小生劈腿了数位女星 由香港的某娇 芒果台的主持人某娜 嫁给男演员沙姆的女演员古岳可 还有上海籍的女演员黄一大 具体真假不知 但是给聂小生的口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甚至是事业的直线跌落 英雅 имер 我们 感谢观看